談到保護別人 這個里長伯 這個最近有更忙 聽說你現在是工作包山包海 包山包海 哪些事情包山包海 說還要去幫藥師包口罩 對 其實最一開始 因為購買口罩是在便利商店 那後來發現說 這個便利商店有點行不通 後來改到藥局 那到藥局之後 就會現在就會發現說 有的藥局是人力很多 那有的藥局可能是一人藥局 兩人藥局其實都已經很辛苦了 所以就地方的藥局 就會來跟 就跟民政局講說 他們真的受不了 然後民政局就會跟區公所講 區公所在跟里長講 說里長那個藥局請求支援 所以像我的領長 本來就是每個月都會到 我們辦公室值班 幫忙辦公室的事務 那我就說好 那個二月的時候 就說全部不用來辦公室 直接派駐藥局 所以每天早上 例如說十點到十二點值班 就是十點開始去幫忙發號碼牌 然後過健保卡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包口罩 對 所以就全力去支援 不然藥師真的是瀕臨崩潰 對 那現在我們政府有開放 APP買口罩了 對 那去藥局排隊的人還多嗎 連口罩的人 完全沒有環節 沒有環節 對 對 其實像我藥師的朋友也好幾個 昨天就有一個朋友就跟我說 問我說里長到底有什麼辦法 可以阻止這些長輩 不要出來排隊 我說沒有辦法 真的完全沒辦法 因為其實有一些長輩他的生活習慣 比如說他五六點可能就起床了 起床可能去買個菜 買完菜之後他也沒什麼事 那他就是比如說買完菜就七點多 他就已經守在藥局前面 拿著一張椅子坐在外面 那這還不是少數 是很多這樣子的長輩 對 然後我想說OK APP出來了 那趕快來幫他們設定一下 所以有些長輩進辦公室 有些經過的 我就會說阿姨阿姨 那個手機借我 我幫你下載APP 他就說 喔這有什麼 他就也很好奇有沒有 幫他下載設定完 然後他說 這個很方便 就可以用這個 就不用排隊 然後隔幾天 我還是看到他在排隊 他依然坐在那邊 那個操作可能他又忘了 對 他來說 就是去現場排隊 有那個搬一個椅子坐在那邊 已經變成好像是他一個生活的一個 一個每天必須做的一件事情 長輩們的想法 真的有時候我們比較不能理解 他就覺得好像這是一個 可以戶外的活動 對 而且比較入袋為安 因為你知道嗎 你現在用APP 就是好幾個程序 你先登入然後預購 預購之後提醒你繳錢 繳錢之後提醒你去領 然後你在那一天去領 所以他至少要四個步驟 然後你只要其中一個步驟漏掉了 忘記繳錢沒了 忘記去那個領也沒了 所以對他們來講 沒有入袋為安的Fu 他們喜歡現金交易 真的 他們喜歡現金交易 因為跟那個家人講說沒關係 就算有Apple Y是可以幫你們領 所以那個長輩一次就是 爬 攤開很像那個撲克牌 對 一整疊 入袋為安 所以我想說 他價值的時候 因為幫家人領 我是很有價值的 你們的口罩都是我拿去 對不對 所以就是變成說 那個長輩 就禮拜一 阿姨怎麼看到你 禮拜二也看到你 禮拜三 阿姨怎麼還是你 就是同一個長輩不斷出現 因為一天就是領的數量有限 是